土耳其女排夺冠高兴早了 国际排练官宣 蔡冰因祸得福 双喜临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亮仔 最近中国女排在四联赛的一个比赛当中 输给了土耳其女排 屈居亚军 那么对于土耳其来说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他们在比赛结束之后 从教练组到球员都在疯狂庆祝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一次创下最佳战绩 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 当然从目前来看 我觉得中国女排虽然说只拿到了第二名 但是在赛后从国际排练官宣的消息来看 我们也是因祸得福 教练组蔡冰更是双喜临门 对中国女排将来正在奥运会 登上最高领奖台 同样有一个重大的帮助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按照国际排练此前官宣的规则来看 中国女排夺得亚军 是可以获得50万美元的奖金 成合成人民币大概是358万 对我们每一个球员来说 如果按照贪分的规则来看 每一个球员起码能够分到几十万 即便要给一部分 给到教练组和幕后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球员应该也得到一笔不菲的奖励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们球员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鼓励 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征战努力 确实没有白费 从去年的八强到现在的第二名 这一路的成长 真的值得开心 也值得认可 这一次的一个奖金 就是最直接的鼓励 除了这一点之外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国际女排联赛的一个主委会 公布的最佳阵容来看 中国女排 包括林莹在内的三个核心球员 都入选了本次最佳阵容 这很明显就代表了 我们中国女排 整体的一些实力 正在不断的提升 尤其这几个核心球员将来 势必会帮助中国女排 再度在奥运会 拿到更好的成绩 甚至有机会超越土耳其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中国女排的一个意外收获 虽然说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球员 涌现出来表现出色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同样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更别说 我们经过了这一次征战之后 我们的信心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这一次中国女排征战 本身就是以年轻球员为主 所以其实大家都没有太多的信心 也都觉得中国女排 能够进入八强淘汰赛 已经完成了任务 所以当时不管面对巴西 还是波兰女排 其实大家对于中国女排 都没有抱有太大的期待 觉得中国女排 很有可能要止步淘汰赛 和去年一样 结果谁会想到 我们却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这帮年轻球员 凭借着出身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认识打败了各路强敌 站上了这个决赛的舞台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 过五关斩六将经历的各种挫折 从低谷走向高峰的一个经历 对于这一帮年轻球员来说 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那么相信他们的信心 可以得到很好的提升 接下来不管备债奥运会 还是亚运会 相信我们都会有更好的心态 来面对各大对手 争取在家门口 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对于中国女排而言 同样也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所以总的来说 我觉得这一次 就像中国女排的官方所说的那样 虽败犹勇 我们没有能够拿到冠军 但是我们收获也非常多 对于土耳其女排来说 不要高兴的太早 我们以后复仇的机会还有大把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